这位抗日豪杰为何兵败人亡,毛泽东十年前八个自己倒破玄机。 抗日战争时期,山西燕北地区,出现了这样一支武装力量,该部大张旗鼓号称抗日部队,被八路军收编后又叛变,最初也不愿投靠国民党,他们盘踞在恒山上,对谁都不服,只想独霸一方。 然而,他们在恒山上又不设防御攻势,属于典型的流动人马。 那么,这样一支流寇结局到底如何呢?相信各位读者也能猜到,1937年七七事变后,日本侵略军,延平随线侵占了山西燕北地区,日军河委政府对当地多如牛毛的土匪,实行招服和剿灭手段。 有一部分接受招服变成伪军,其他大多数投奔八路军或游击对抗日,或自散为民。 唯独有一支来自口外的王先存不菲众,既不接受日军招服当伪军,也没被日军打炮打散。 王先存约出生于1900年,又年练器工商的左眼,人称王瞎子。 此人有一身真功夫,有一手好枪法,号称百发百重。 而且他不抽根不喝酒不好色不贪财,对部署财政公开,每天把收入钱财全数公平分配给下属。 他作战身先士卒,所以身的部署拥戴。 此人唯一的嗜好是扩充部队,增强实力,领袖玉极强,不服人管。 他胆量过人,不怕死,对敌战斗必亲临指挥。 弱点是有勇无谋,心直口快。 王先存率部盘踞在阳高县一带,经常神出鬼没,在大同,阳高,天镇,魂元一带, 袭击敌人的运输汽车,小谷日军集火车站小据点,使日军不断遭受伤亡损失。 据王先存自己称,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间,在这一带大小战斗四十多次,烧毁敌卡车一百五十多辆,打死日本鬼子四百多人,缴获轻步枪二百多只,弹药食品等物品不计其数。 这支土匪奉行流动作战的策略,打了就跑,跑到山区,敌人难以找到。 王先存刚从口外来到燕北时,手下只有四十多人马,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。 当时中共燕北军分区看到王部是一支坚定抗日的力量,遂收编为分区独立团,任命王先存为团长,并派入团迎联的正宫干部,对他们进行改造。 可是过了大约半年,由于该团官兵处匪成性,不愿受八路军三大纪律,八将注意的约束,更不愿过艰苦生活,便将正宫人员驱逐了。 王先存仍自称抗日军独立旅,他的部下和老百姓都叫他旅长,趁其部队卫亡旅。 当时日本人江燕北地区化为驻张家口的伟蒙江政府,再加上日军驻大同一个师团,这两处敌人都是王先存不畏心腹之患,一心要除掉他们。 日军和张家口的李守信伟军,轮方围剿,扫荡昂的山后根据地,并跟踪追脚,王先存自知难以立足,便在1938年冬季,转移到浑原恒山刘关庄一带安营扎寨,作为根据地。 他们经常下山,去扶击敌人的交通线,并向割村要钱要粮,绑票送到山上,由不按期送交钱粮的村庄则扣杀村长,票至于妻不送钱来赎者,则杀之。 不过,王先存严令部下对根据地横山的百姓,不抢劫,不绑票,不糟蹋妇女,围着一律枪毙,因为根据地的百姓可以掩护匪部的存在。 王匪因叛变了八路军,对中共地方工作人员抓住救杀,对八路军小部队则虚感较除,日军更不敢轻易上山讨伐,由王独霸横山,成了山带瓦,王天存部逐渐发展到一千六百多人枪,干脆设立了旅司令部。 1938年袁小姐,王天存率部突然夜袭日军占据的魂园城,他们爬梯入城,打开南门冲入城内,抢劫日北经济合作社仓库及各商店的银钱尾票、物品,以及日北县公署、危警察署等机关的财物。 当时日军惯例夜宿,营盘据点内门岗放少,城门都是围警察守卫,而围警都上街看红火去了,所以王部顺利入城,王天存命人城内外找了不少马车,将抢掠的物资,远远运出城外上山。 日军闻声而出,与王部发生激烈的巷战,日军虽有大炮击枪,但在夜黑进战时难以发挥威力,双方全凭刺刀,手榴弹拼杀。 一夜抢劫和战斗约四个多小时,双方军死伤惨重,最后王天存放火烧南城楼位号,手下各团撤出城外,满载而归。 这次夜袭惊动了大同,张家口和华北的日军,更加痛恨这个山待望了。 王天存盘踞的横山,是中共禁忌查边区的根据地,他打日本鬼子是英雄,但破坏边区根据地是不能容忍的。 1939年8月间的一天一晚,八路军三五九旅一个团和燕北游击支队和立围攻王天存匪部,王的一团被打载。 其参谋长汪子和率领二团逃奔魂园城,投敌变成伪军。 王天存匪部重担,自己率领特务营三十多起匪,投奔他的结役兄弟,应现伪军头目乔日成处暂时养伤。 接着,王天存正派出他的军需处长刘关吴卫代表,到陕西一川县丘林镇二战区长官部,请求司令长官阎西山收编他的部队,给予国军番号,发给新享军服和补充武器,不再为匪抢劫杀人了。 严西山当即派康耀先为联络官,带一部电台分队,跟随刘关吴去衡山收编该匪部,不料到应县才知被打散。 康耀先传达严西山的命令,给王天存一个赞编师的番号,让他大量发展部队,构三个团集加给他当师长,并发给想象经费和武器军服。 王天存一听,激动地跳下地说,走,咱们立刻出发,再上衡山收荣散众,叫出魂元城的汪子和桓,成立一个师,绝无问题。 当,康二人到达衡山刘关庄一带,经过十多天,共收荣散匪二百多人枪,加残部共是五百多人。 这时,八路军前来攻打王天存部,康耀先便让王天存率领那五百人,仍回应县桥日程处避站。 康自己得带电台,分队到灵丘下观阵,找延西山钢派,到燕北的行政时区专员白质疑,请他给王天存部解决东一军服基金费问题。 王天存到了应县后,接到康耀先的通知,让他带人马出镜,到白质疑处接受安排,王天存临行前去找乔日程借钱作路费,没想到乔日程已设下埋伏要除掉他。 王天存刚一走进乔日程家的院子,就被乔日程领来的伪军二百多人围住,用绳子套住王的脖子及手脚,夺下手枪用绳为死。 可惜王天存这个有一身真功夫的抗日好汉,竟死于乔日程这个小人之手。 紧接着,乔日程马上发电,报给日军大同师团部,该团部派来骑车,用麻袋装走王师,验明正身之后,就扔给养狗司咬吃的。 乔日程得了王天存部五百多人枪,插边入他的各大队,又扩成一个大队,乔日程为日军消灭了心腹之患的王天存,得到日军的重赏和重用。 平行而论,坚定抗日,有一身真功夫,无任何不良事好的王天存是条汉子,是个豪杰,为什么却被区区一个伪军头目灭了呢? 有人做过总结,王天存的覆灭,除了因为他看不清形势,在当时的条件下竟想独霸一方之外,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,那就是刘寇思想严重。 其实,早在王天存死前的十年,也就是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,毛泽东曾在三强调,红军绝对不能搞离闯式的刘寇主义, 这八个字可以说正中王天存的要害,可惜他未能清取更未能领会,以致王送了性命。